另外,我们也说起巴赫姆这个地区 说起巴赫姆这个地区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破坏很厉害 巴赫姆的地区都支持了很久 一直都支持住 但其实那个城市 有点像之前的马里乌波尔 其实已经摧毁了这个城市 大约60%左右 马里乌波尔只是剩下锅铁厂 大家知道是相当恐怖 所以你看到俄罗斯的战术制度相当夜晚 总之将你整个城市铲停 等到你完全没有任何建筑民可以挡住 它不需要打CQB 它不需要和你打成就截 它的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火炮 就是一天要打二万至百万火炮 它不理会 就是将你建筑物就打倒 当然在现代战争 对方是吃屎的 用火炮去全部打完是困难的 但anyway 就看到巴赫武 其实现在被出去了百分之六十 都是令人相当心痛的地方 你想想一下 不可以说巴赫武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但始终也有七百万人居住一个小型的城市 其实一个小型的镇 究竟它的价值在哪里 其实真的看不出 不过如果俄罗斯这样围着 你会看到乌克兰也会用巴赫武 去争取时间 去守住 所以其实亦都很惨烈的 相当血腥 双方的损失都是不停的增加 可真地去争取 但是扎尼斯基去年 也都说真好大胆 他真的访问了巴赫武这个城市 当然了 他也都和城市里面 他们的战事 称赞他们这么正 称赞他们唯一用事 这个城市 还有多少人呢 我想九成九都走了 现在呢 城里面 平民应该就 可能是十个percent都不到 所以当时这个地区 就是华纳集团 现在就三个根 不停地去进攻巴赫武外围 其实每天都死不住人 一至百人一定有 多人上来就可能四五百天 所以大家看到 俄军区的消防数字 真的去得很严重 这个也是一个 大家看到巴赫武的攻势 令到六成的 即是六成 有六成的 变中文算位 这个也是 俄罗斯在战争上 很常见的事情 好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攻击 其实都来自 火炮 和无人机 所以 美国最近 都宣布 要找一些方式 阻止伊朗生产的无人机 这个呢 我们之前 也有提及过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方式 令伊朗没有办法摸到 去制造无人机的零件 在无人机的零件上面 最重要的是 电子控制的部分 那些说 机身 机殼 那些风线 那些 始终它也一定有很多方法 低端的零件 很容易找到 无论你去印度 去中国 去哪里 可以找到 但是 如果你说 操控无人机的 communications 的系统 command的系统 就是你说 那块晶片 那些电路板 那你始终都是需要一些 比较高端的一个科技 其实要折就要折这个部分 那就令到伊朗没有办法 就是得到一些先进的晶片 然后呢 就擠入到这个无人机上面去攻击 那当然了 理论上 做其他代工的晶片 如果交给伊朗 就是能打算 例如其他国家 做伊朗 也有生意要做的 然后呢 他们就去尝尽 交付伊朗 这些晶片 都没说不行的 但是最好不要来自美国 因为之前呢 就在乌克兰 聚毁了一些 的拆鞋 就是我们说的 无人机的拆鞋 在里面 找到一些晶片 就来自美国 这个当然不是好事了 就是如何限制呢 就是无人机最重要的科技 就是令到他飞不起 这件事就很重要 现在在俄罗斯最大的军事 的backup 里面 其实伊朗 随时都是投入第一 第二位的 之前呢 我们说的 北韩也有用些炮火 给俄罗斯 伊朗这边就会高阶一点 就是无人机或者弹道导弹 这些无人机 如果你不可以压制它 其实 虽然它的科技是低的 其实俄罗斯也消耗了不少 但始终它够便宜 即是2万元一飞 它就真的买起了NASUS 那些导弹 可能随时都30万一飞 战选比不值 即是你用2万去耗选别人 30万 就算你用 即是铁琼 你也要10万元一飞 不是便宜一些 但也不是太便宜 可能便宜 也是5万元一飞 你什么都贵过它 不过这个是没麻烦的 如果它进攻性那么好 它的随移性很大 所以它便宜一些 它的破坏力也有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麻烦的位置 烏克兰 其实它有时要出动到S300 有时用到米G29 即是防止那些NASUS 或者RST的消耗 去得太大了 所以有时它都会用其他的形成 好 另外就是说起普京 它之前说过它们的军舰 就是能够装配到高车音速武器 它之前在星期三左右的时间 它又派了其中一艘给它们的围栏 去到大西洋 叫执行任务 这艘围栏 它本身配了高车音速武器 就是我们说高石的飞弹 高石的飞弹 当然是因为它的速度 最少超过五倍音速 它其实大概是八至九倍音速 所以没有什么防御系统能够装配 基本上它打过来 如果它中你也很难说 除非它不中 要看它的科技的沉标 就做得够不够好 其实说到高石飞弹 在栏船上发射 理论上在其他方式都可以 这种导弹 俄罗斯可以有陆地板 空中板、南船板等 空中发射的一种 那种是伊斯兹德尔的空中板 伊斯兹德尔在地上机动发射 如果你将伊斯兹德尔 放在米格31 那种就叫匕首 它也是一个变体 来自陆上的弹道导弹 就将它微型化一点 放在米格31K 其实米格31K也不是小架 这架是很大架的 所以都要用米格31来发射 你都知道 匕首这枝飞弹也不是小架的 一个问题就是 高级触武器难防之余 如果你再把它变成核尚兼被 就更加难防 即是上面可以擠到核弹头的情况 不过现在就纯粹大家都不清楚 莫斯科究竟他有多掌握 这个高级触技术 即是如果他很掌握 那就把核弹头 他就有把握 如果他不太掌握到高级触 他都未必敢把核弹头 始终他都可以软飞炸自己 所以如果他到时 已经完全掌握了高石 匕首这些高级触武器 想他打边就打边 想他多快就多快 而且能够引退你发射的时机 然后上面的核弹头 这就真的会对西方的威力 真的会很大 这个我们都要再看多些情况 究竟现在俄罗斯 对掌握高级触武器 的情况要去到哪里 Anyway 现在看到高石 这个高级触武器 如果放得上蓝 或者来附近再恐怖一点 放到潜艇 那这个威力就会加上 但你可否微型化到 放到潜艇上 可能还要等多十年八年 这个时间 理论上都可以 放得到阿森级 这些攻击型的潜艇 我们会再看 而且始终 高石飞弹 如果他最后发展到 是有对陆地攻击的威力 那又会有些不同 你现在就可能是对反船 防空 如果他接近是直接攻击到对陆攻击 对乌克兰 或者对其他北陆国家 那个影响就可能会更加大 到时的威胁力就可能会更加强 所以我们都再观察 究竟来近俄罗斯的高车音速武器 究竟会带来一些什么威胁 或者带来一些什么影响 好 另外 说起 扎尼斯基 他最近也有个说法 就说 现在 俄罗斯 他们很可能 接近会有新一轮的征兵行动 新一轮的征兵行动 可能征兵的数量也不少 然后征兵之后 可能赶上 在春天的时候 就作出一些攻击 当然 因为他们就不是一些专业的人员的训练 所以其实他们就没什么战力 我们都相信 但他们就是用人力 来挽救他们现在战争的失利 或者拖延了他们在战场上的失敗 所以 扎尼斯基也强调 怎算也好 因为要干扰了俄罗斯 这些卑鄙的征兵 所以大家都看到 就是乌克兰的国防部 情报局局长 他们最近都指出 俄罗斯的男人要快点走 因为可能是1月5日 即今天 他们会展开征兵行动 到时会封关 不让男人出境 去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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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都逃了80万人 再这样的时候 究竟会不会真的 那些精英 或者是男人都逃青光 又剩下俄罗斯的情况 会不会有些战亦战 那些情况 男人死了 或者男人逃了 或者男人不需要躲在 只剩下老日婦孺 那是否这些就是司妇夫人的情况 不一定的循环循环 又循环又循环又循环 又循环又循环 这些事情 好 另外 德国外长 之前 他也有一个声明 就出来了 说起 普京 这个人也是傻傻地 他经常是摧毁整个乌克兰的情况 所以 再次 再跟大家警告 有这样的情况 他在葡萄牙首都尼斯坤 上面的记者会都表示 普京不是想征服乌克兰 而是摧毁乌克兰 所以欧洲应该支持乌克兰 提供更多武器 希望不要摧毁乌克兰 大家的军援决心 不能在任何松露 所以 刚才我们说过 最近俄罗斯 都配备了构石飞弹 这些高车速武器 也在附近的领海 即中海大西弱 都在威胁北弱各国 所以这些 接下来大家军门的武器 都不开玩笑 当然了 德国外长这么说 但是最后 批什么武器 那 他也要看回 总理 国防部长等等 即他们接下来 我们之前也说过 德国的国防部长 想提供武器 就是问了财长 曾经财长说 你之前 你给那些提供做好些 你就乱给我一条数 现在又要我给 我不会给的 那些财政年度 你自己计算好数 你未到期就拿不给 大家都知道 德国佬就是Widgetty 有原则有原则 但始终有时候 都真的要认辩 你始终做到这么大 规矩的东西 你自己看着 理论上你自己要移动 看下你本身有没有迷茫 或者 财长觉得规矩就规矩 二来他想移动 你也没有空间 很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我们再看看 德国可不可能 再提供更多的均活 给到出街 这个是会帮到手的 好 今天说的新闻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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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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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看不到太多留言 不好意思 多谢大家支持 好 好 晚一点 我们还会继续录节目 给大家 然后晚一点 会上一些节目 给大家 可以 给大家看回 今晚的节目 今天就录到这些节目 出街 给大家看回 今晚的D316 很可能的节目 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 帮助给like 大家支持 给like 这个也很帮到手 分享我们的节目 出街 推动了多一点 知识频道的talk展 也希望大家帮到手 好 今晚的D316 到这里 稍后我们还会有节目出街 还有明天 D317 乌克兰远坚战部 再和大家再见 多谢大家支持 大家走之前 可以帮助给like 好 我们就来到这里 祝各位安安 拜拜